歡迎王主持人 歡迎 歡迎 來 在美國念書 念的是戲劇對不對 有墨具的感覺 要把地球扛起來 而且一扛完還擦汗 對 擦汗 那個很重啊 很重嗎 一般不用扛有電動的 好礙眼喔 好 從美國回來多久了 我是在那邊出生長大 所以我只是從去年 10月 10月左右才 不到一年 對 不到一年 我們聽說是這樣子的 你的中文喔 在回台灣前 幾乎 零開始 不是幾乎喔 真的是零啊 零開始 對 回台灣第一步怎麼樣 去找老師還是去語言學校 我就自己去買課本 我知道我自己會在一個 工作的環境學習 所以我就 先每天早上念書 再去上班 好厲害 從完全不會到這樣子耶 好啦 現在在這個 當等於是半導體的 國外業務 對 可是他現在是自己創業對不對 算 我就是 我沒有 算沒有老闆 就是自己 自己跑 之前是在公司上班 現在自己創業了 對 也是跟半導體有關的 是 一樣的事情 但是自己出來做 新年創業了 好 大概了解了之後 要請你用你標準的中文 做自我介紹 好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威士傑 今年二十三歲 我一百八十三公分 七十八公斤 還有我的星座 那個 你講英文 螃蟹怎麼講 巨蟹 螃蟹 不好意思 等一下 七月對不對 七月 七月 巨蟹座 講螃蟹座也可以 我還在調時差 還可以講螃蟹座 你幹嘛 還有你們各位應該聽得出來 我的中文不太好 所以請大家慢慢說 我也很努力努力聽 好 好 好棒 來 來 小卡片 我擔心你看不懂我寫的 我看看 我是翻譯官 他還給我寫反 沒事 轉過來就知道了 這個OK啦 OK 寫得很好 你要問一下Why Why 為什麼是這個女孩 感覺像她很有氣質 感覺很有氣 她笑起來的時候很溫柔 很溫柔 OK 好 好 王子的資料齊全之後 我們要問問女生了 對於王子的第一印象如何 請選擇 Why are you so like that 你只是上第二次吧 Why are you so like that 你是不是 大家開心一下嘛 要滅第二輪再滅嘛 是不是 看完30秒的影片 就不能接受我當朋友嗎 對啊 所以這個我們常常跟大家講 不要急 對 可是有的人有她的原因 我們來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來 小王 我覺得還是年齡 年齡 年齡 因為我年紀稍長 稍長一點點 年齡的問題啦 大家可能講慢一點 我剛才看到她的肌肉 我真的覺得 對 那個照片裡的肌肉 現在還在嗎 是假的 假的 很無聊耶 現在還有在練 還有嗎 變成快機 就很團結了 所以沒有那麼厲害 沒有 可是還有在練就對了 還有在練 開玩笑 這個很棒 外國小朋友男生很喜歡練身體 這是一個很好的習慣 來 露西亞 我覺得王子她本身就是 在自我介紹的時候 是落落大方的 然後這點就令我印象深刻 而且特別她剛剛搬門那個動作 就感覺她可以把生活上很多事物 就是把她用一種很幽默會寫的方式 去全身 趣味化對不對 好 謝謝 二十五個女生 一致好評 二十五個女生 二十五個女生 最想看的就是王子的生活 生活 不管我在美國還是在台灣 我最大的興趣就是打籃球 我在美國大學四年 都是打籃球校隊 也有機會打NC2A第一集聯盟 都是打先發空會 現在只要放假 我會去打球運動 流流汗 另外我覺得台灣的食物 是全世界最好吃的食物 雖然我在美國長大 但是我什麼都敢吃 我最喜歡吃的是水餃和小籠包 我喜歡的女生是活潑有耐心 那是可以 我們去洗耳機 好 奇不奇怪 很妙耶 奇不奇怪 尤其是看到妳有很多塊蔥油餅的時候 大家滅燈 這是小饅頭啦 小饅頭啊 金銀饅頭 滅燈的原因 妳有看到誰滅燈嗎 妳有沒有看到誰滅燈想要問他 小花 小花 Why 真的一叫他就笑了 小花 來 沒有啦 因為我本身就是 身體不是很好 所以不太常能去吃夜市裡的東西 我怕我沒辦法就是跟你去分享 這份的喜悅 就是一起跟你吃食物的喜悅 就看你吃就很開心 但是我不能跟你去品嘗那些美味 我會覺得不好意思 有關係嗎 沒關係 我可以教妳運動啊 我們就可以 運動OK 但是就不好意思 譬如說妳剛剛說妳喜歡吃夜市嘛 對 萬一妳的這個很有感覺的女友 她沒有辦法吃 她不喜歡吃 或者她不能吃怎麼辦呢 妳要陪伴她嗎 這個不知道 難處理嗎 難處理 好 剛剛講到一個重點 NCAA 等於是大學聯盟 一級等於是大學聯盟裡的最高檔 是 是不是 厲害 林書豪是第幾級的 她也是第一級 她也是第一級的 她在我附近長大 我是跟她從四年級開始 我們是對手 對手 對手 所以你們在球場上常常碰到 對 從四年級開始 後來是什麼原因沒有打 就是因為覺得這個機會渺茫還是 是 我就對我的 career就滿意 所以我就覺得跑不一樣的方向 你自動 你覺得這個是學生時代的一個部分 是 未來可能要做別的事情更有機會 對 更有機會 而且打球不一定要在聯盟裡面打 開心跟朋友打也可以 沒錯 好啦 OK 那 福利 我想問王子 除了平常打籃球以外 你還會從事什麼戶外的運動 我喜歡散步 就去Piking之類的 Piking比較像健行的 健行就是登山那種 比較已經在山上走 對 不是普通的散步 是 還有呢 還有喜歡游泳 羽毛球也不錯 羽毛球 那如果山邊跟海邊 你會比較喜歡哪一個 我超愛海邊 就是因為我在加州長大 我們就靠近海邊 所以很正常我們一群朋友會去衝浪之類的 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 誰推薦你 誰要推薦你 表哥 表哥人在 美國 在台灣 好 好 看看王子的推薦 請看 大家好 我是Jade表哥 那我所認識的Jade 是個對生活非常認真的人 不管是工作 運動 學習 還是吃飯 睡覺 上熱水 他都會非常非常認真地完成 今年年初他剛來到台灣的時候 一句中文都不會說 那經過七八個月練習 他現在已經可以用中文在工作場上 做非常有效率的溝通 那私底下他也是個非常貼心的人 不管多玩你只要給台中變化 他都可以到車站去幫你做一個接送的服務 Jade剛來到台灣 目前沒有什麼朋友 尤其是女性朋友 那希望藉由這個節目 請大家給Jade的機會 就當國民外交也好 那把你的時間留給Jade 相信你一定不會後悔 謝謝 哇 好像有幾盞燈在快結束的時候滅了 但是亮燈的人很多 對啊 沒有關係 但是無料 七 九 三 三 十四 十四 十四盞燈超過分數 你知道這個狀況嗎 這是很好的狀況喔 現在為你留燈的超過一半以上的女生 可是 第一點因為人很多 我們可能沒有辦法讓你們對他進行了解 對 所以現在我們要做的一件事情 叫做王子的選擇 這個燈光一滅有一種恐怖的感覺對不對 這個恐怖的感覺是對他們來說 不要怕 可是對他來講 也是一個困難的選擇 是啊 十四個女生 你要滅掉十二盞燈 留兩個 留兩盞 是你覺得最有感覺的女生 然後你再對他們提出問題 OK 先進行王子的選擇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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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對不起 來 來 剩下露西亚跟延安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让你了解他们一下 我们先请他们自我介绍 好吗 来 露西亚 你好 我是露西亚 今年24岁 目前是研究生 对 学什么 讲完了 我学的是 除书资讯管理 就是文化科学 OK 了解了 了解 好 延安 我是延安 今年21岁 然后我学的是行销管理 好了 王子的问题是 好 是一个非常单纯的问题 就是不能错过你的原因是什么 这很像一首歌 不可能错过你 我想那是Aerl Smith的歌 OK I don't wanna close my eyes 要隔壁是吧 你听到吗 你唱歌还听到吗 唱歌 你觉得你的什么特质 是让人不能错过的 是 对不对 挺好耶 来 露西亚 来 露西亚 我自己本身就是还蛮喜欢分享这点嘛 所以就是其实我也喜欢倾听 那就是如果你是愿意 能够就是跟我分享你的生活的 他刚刚之前自我介绍就讲了 对 是一个很open的人 很爱分享 自己的想法 喜怒哀乐都让对方知道是不是这样子 而且其实就是我 觉得两个人要在一起的话 其实就是要很开心 OK 所以就是基本上我不是很容易生气 那也是希望说就是如果真的有生分气什么 我也希望去了解你为什么心情不好这样子 娘 娘在想糟糕了 完蛋 我的美德就是谦虚 我就是比较安静 内向 我比较慢熟 可是就是熟的话也很好相处 对 然后对 这就是不能错过的原因 很好相处 还有没有别的 体贴吗 体贴 这很体贴吗 对 她很贴心那一类的 那露西亚体贴吗 我 要看什么事情 选择性的体贴 但是有时候耍一点小的话应该是女生的一个 权力 对 就是就是一个 一点点小韧性 对 一点点 可是不会太超过 都听得懂吗 听懂 都听得懂 百分之百 你中文真好耶 所以你已经了解他们的答案了 是 接下来你要在露西亚跟延安两个人里面 灭一盏灯 是的 牵着另外一个人的手到中间来 好 王子的决定 请开始 Go 好 不好意思 好 不好意思 喜滋滋和布隆嘴耶 先让他皮肤一下心情了 没关系你再笑三分钟哈 我们问一下王子 来王子 为什么你最后的选择是延安呢 我觉得他笑起来的时候很温柔 还有感觉像很有气质 你刚刚有没有听到他说 他最不能错过的事情 他身上的特质 还是已经不重要了 没有 没有 没有听到 他身上最不能错过的特质 就是谦虚嘛 他没有这样讲好不好 我们这样讲 他因为他不好意思讲啊 对不对 好啦 延安 笑三回 有没有很爽 有没有很爽 笑什么 开心吗 开心 开心 很开心 那就开心的在一起 取约会吧 一会就在一起 而且他讲那么多 对啊 对不对 他你就直接带出去约会了 吓我一跳 劲在不言中 是嗎 我覺得他很有氣質 還有他很漂亮 雖然他滿害羞 對我來說我覺得很可愛 正在網址的介紹 哈囉 大家好 我叫林凱翔 今年29歲 我現在主要工作的場所 我是在一個游泳池 但是我不是救生員 因為我是一個運動場館的營運機 我的工作內容是將一個 較為老舊的公立游泳池 改造成一個比較現代化的 所以從人員的挑選 還有媒體公關 以及活動企劃 都是我工作的範圍 簡單來說就是泳池內的大小事 我都要全權負責 我最大的目標就是讓所有來玩的孩子 都可以帶著滿足的笑容回家 我有能力讓一個運動中心注入新的生命 相信未來我也可以讓另外一半的生活更加精彩 很特別 本來以為是那個救生員對不對 不是 他是 其實女生喔 就是有時候很希望男生壯壯的 可是太漏 他們又有點不好意思 還好 是這個娛樂場所的運動部的經理 是 而且是他規劃那個地方 把老舊的游泳池 改成更有活潑生氣的一個樂園 孩子們的天堂 重建者對不對 是的 來 歡迎王子出場 歡迎 我要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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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的力量 你就會閃閃 高收入運動場館經理 體格完美 笑容迷人 最近最受歡迎的100分王子 請鎖定他的登場